Hello,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又到了吃四季豆的季节了 四季豆它的肉质鲜嫩多汁 特别的脆甜 营养也是特别的丰富 但是有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下锅炒或者是焯水 其实那样做都不对 那样炒出来的豆角颜色发黄 会影响口感 营养也会流失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豆角的小技巧 简单又好吃 而且还特别的入味 大家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盆清水 然后这里面加入适量的小苏打 下手把小苏打化开 化开后把我们的豆角放下来 用小苏打水浸泡豆角 这一步特别的有效去除豆角上面的农药残留 搅匀后让它在这里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后我们再把豆角脱洗一下 然后再换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锅里烧一些开水 然后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点点食用油 然后再把我们清洗干净的刺激豆 下锅超烫十秒钟左右 一定不能超烫太久哦 加入食用油能够有效的保持豆角脆绿的颜色 十秒钟后我们就给它捞出 然后直接放到凉水里面过凉水 豆角冷却后我们再把豆角的两头给它摘去 我们超烫过后再来摘豆角 这样很好的保留了豆角的营养 摘好的豆角像这样斜刀给它切一下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会特别的入味 豆角切好后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再来准备一小块这种肥瘦相间的肉 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点姜蒜 把它切成小片 然后再切成木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红椒 去纸后把它切成斜刀块 如果能吃辣的也可以换成小米椒 切好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起锅加入一点点食用鱼 先把我们切好的肉片给它炸锅扁香 这个肉片先至焦黄 然后把酱蒜末加出来包起来 放入蒜香味后把四季豆加进来 然后加一勺十年 少许的蚝油给它调上外面 然后我们用大火给它爆炒 翻炒三十秒左右 把红椒加进来 翻炒一分钟左右 我们的豆角已经特别的滤味了 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去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家常炒豆角就做好了 像这样炒出来的豆角不仅入味 颜色还特别的翠绿 还能很好地保留了豆角的营养成分 好吃又营养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哟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是可嘉妈妈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